嗨 大家好 我是哪裡在台灣的馬來西亞 smorning 大家好 大家好 後來禮拜就是端午節了 端午節的台語是什麼 巴掌節 你知道嗎 我記得好像什麼五日節 五日節 以前我在台灣都在吃南部的巴掌 你有吃過中部的巴掌嗎 中部的巴掌在海邊 太遠在一條麥了 岩市海景第一排 流血有肉 中腐狀 你自己去吃 我這次今年有一個特別的就是 是要吃百步的巴掌 吃過沒有 我都吃過 你最喜歡的是南部還是百步 馬上在南北 一定要選南部的啊 一定要選南部 好 你走開今天不用看 我要吃這間超過三張品的老店 網路介紹的百步的巴掌 對 百步掌 聽說百步的巴掌包的 不一樣的 你看 它是很吃的 應該是貴族夜喔 哇 這個巴掌是 很小的 百步的巴掌五仙 有些調味炒過 有些炒過 南部的是生米 立皮煮這樣 就會生米煮成熟飯 就要白酒請客 對 快樂了啦 南部跟北部的中部 中部的人要加東泉辣椒醬 我也是聽說 南部跟他加豆油鍋 加土豆醬 加土豆醬 有有有 這是北部的土豆味 對 北部是豆油鍋 加陷醬 就是這個 田辣醬也是有在加 這也是 這好像沒有汁啊 是不是那人加醬喔 它有吧 可以吧 舉個例子 香菇 你在做什麼 什麼 素形湯 稍等很多 裡面那個是什麼 一顆一顆的 一人做事 一人當 小丁做事 對 對 這調味 很像油飯 它味道是比油飯還要在中葉 因為有倒油鍋吧 就是加強版油飯 還不是 加強版油飯嗎 中葉的那個味道還算滿濃的 就是你只是要遇到那個香味 會從嘴巴裡面彈出來 我覺得是算很不錯的 你的皮很貴啊 你的巴瓜這麼多 老闆會打我啊 吃起來 補起來 有一點那種 比較韌的感覺 就是比較有嚼勁 比較Q啦 這個醬有點那種 照燒醬的感覺 企業家 就會有這種醬的那種味道 去台中 吃那個水煎包是什麼 一定都是加那個 東銜辣椒醬 他們有一個很重要的靈魂 就是吃那個包子 加這個辣椒醬 一定要內攝 哦 放進去 我知道像泡芙那樣嘛 一定都是插在裡 一定要插進去 然後攝這樣 而且他們很厲害 都是可以抓到說 你要攝多少 攝滿滿 然後都不會那個噴出來 那麼就變成一個泡芙 好奇怪喔 現在就來 混 倒油鍋 多久沒吃火鍋嗎 我一年吃一次 我你吃 一定要吃一塊 至少要吃一塊嘛 就跟那個 湯圓那種道理是一樣 你知道北方不吃湯圓 北方不吃湯圓 那他們吃什麼 我說北方是中國北方 他們吃那個水餃 元宵節啦 福西啦 都吃水餃 吃水餃 好啦 今年的 百婆百醬試吃就夠吃囉 要用百婆的口音來講喔 不會 我連南部都不會 還北部 你會油雷就好了 油雷 油雷 吃完百婆的百醬就 有一點點壞掉 南部的百醬 奇怪 要下次再去吃 吃了A就想吃B 吃了B又想吃A 永遠不滿足 對 我們吃完就回家 多利節快樂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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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吧 吃